話說我有一個人說要做功課 要交功課就是要有一個場景 就是要一個 我不敢說他是中年 我不敢說我是中年的 但我穿整個好像中學生的天衣服 我不敢說 像是中學生打扮的中年人 來到擺攤 這些全部是我的私藏 想告訴大家 不過有炮小子 有蔡楓華 有紅太陽 有黎明的感應 有譚詠麟 當年這張碟是六四之後出的 但問題也不是這個 這些套契契帶很經典 包括葉振堂 梅獻芳 徐小鳳 杜德偉 但我想說什麼呢 當時這位學生說 要我選一隻碟 場景就是要路人踩爛了一隻碟 我就說不如踩爛它吧 但問題是踩爛這隻碟 沒有vision 沒有效果 我決定踩爛許智岸 對不起 許智岸 我雖然是八九十年代 我開始聽你的歌 但不知為何 我覺得踩爛你的碟 我又不要太傷心 怎麼辦 這隻很明顯是翻版 我懷疑也是深圳買的 華星時代 華星公告也沒有買翻版 被人刺破了這隻翻版碟 對不起 當日許智岸先生 我是深圳買了一隻翻版碟 你是被人騙助者 你不會買翻版碟 對 我不會買翻版碟 我是被人騙助者 你是音樂人 即是不可能有這間賺名公司 但被人見到踩爛 許智岸的碟也是傷心的 尤其是鄭壽文應該是極度傷心的 但不要緊 我們為了藝術而犧牲 許智岸爺為了藝術而犧牲 一於這樣